相传佛陀刚出生时就能说话走路 他向四个方向隔走七步 步步脚下开出圣洁的莲花 一位雪山修行的仙人 于禅定中看到了佛陀的诞生 佛陀的父亲是加皮罗魏国的进犯王 他是一个英勇善战 受百姓爱戴的国王 母亲摩耶夫人端庄贤惠 夫妻二人一直恩爱有加 唯一的遗憾便是身为国王 却没有一个太子继承王位 一天晚上摩耶夫人于睡梦中 清晰地见到菩萨化作六牙白相 闲着一朵红莲自天而降 从她的幼泪进入胎腹 她的身心感到无比的清凉和愉悦 根据术士的判断 红莲入胎是一个吉兆 白相从天而降预示着 一个高贵的灵魂即将诞生 经过御医的诊断 确定王后怀上了龙子 敬犯王得知喜讯后 积压了二十年的幽闷 一扫而尽 骄傲地宣布一个转轮圣王即将诞生 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 女人怀孕后需要回娘家生孩子 临产前摩耶夫人启程 前往娘家待产 途中她在兰皮尼园停下来休息 这里四处鸟语花香 美轮美奂 摩耶夫人被眼前的景色所吸引 缓缓走到无忧树下 突然觉得一阵腹痛 她双手抓住无忧树树枝 就在这时 摩耶夫人产下了一个降光四射的男孩 令人惊奇的是 小太子诞生后不久 便向前行走七步 而且步步生出大莲花 她举目眺望着四方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嘴里说道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太子出生后第五天 国王举行了命名大典 太子被命名为西达多 寓意他将是一个成就大智者 摩耶夫人在睡梦中 一个天人告诉他 他来到人间 诞生佛陀的任务已经完成 现在可以回去了 就在西达多诞生七天之后 王后离开了人世 国王也陷入了悲痛之中 此时 那个雪山上的仙人 也从雪山来到加匹罗贝王宫 看望刚刚诞生的佛陀 两千多 Every 三千多 一百 五千 一千